镇地下,联系社区,关心你生活的每一席 雷霆881,商业一台 11点 雷霆881,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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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낙山,新闻报道 第四今屆期上班獎台,他說最重要的是享受舞台 準備的這幾天來說是有少許緊張的,但是落到場的感覺 就是骨骼打下來,觀眾的反應就是回到自己最享受舞台的狀態 另一塊的安排是來自賽艇項目,類自雙人班獎無駝首決賽 張凱林和梁晴韻在三隊之中以7分42秒第二名中士 隊友趙慶章連續兩件夥刀牌,今次在男子單人雙獎 由一度落後的大會力追,最終收掘一面的銅牌 一定要拿到那塊獎牌為宜,所以就死衝難衝,拼命地衝上去 這個就是最後五百位衝上來的決賽 賽艇網隊已經完成所有的賽事,過上架幾棟,一同網道一金一銀一銅 類自發現過人在18歲小將陳樂師,首次參賽就闖得四腳 既然緊張影響發揮,不定日本劍首上野優雞 但仍然收獲一面銅牌 今天好像有一點小夢想成本,不過半決賽 還未發揮到最好 遲了我沒有感受過,是吃光燈,然後只有我們打 一定有一點緊張 加上昨天張家樓,蔡俊賢和光文貴拿牌,都是劍擊項目 網隊已經收獲一金三銅,明天繼續有男重和女配的個人賽事 相關電台記者鄭梓峰,在杭州報道 西角龍兩名更換冷氣系統喉管的工人 懷疑吸入地底照氣喉雲島,送院後證實死亡 地盤工程經理懷疑在事發當日,未完成安全評估就離開現場 處理行政長官陳國計劃,目前沒有證據證明 承判商案照法例行事,包括由合資格人士進行風險評估 和在地盤展示評估報告,並讓工人接受適當訓練和配置保護裝置 相信如果承判商依照法例案件不會發生,又說事件非常嚴重 導致兩人死亡,對兩個家庭造成女狗傷害 警方重案組正從刑事方向調查,兩名相關職員正在龍口宮 有證據時會提出檢控,這一節新聞會不一樣 天氣報告 港版汽船正為華南沿溫地區帶來多支城樓的天氣 同時一股天風氣流正影響該區 本港地區今晚購明日天氣預測,天晴,但局部地區有早雨 明早早最低氣溫大約28度,日間服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 升價再高一兩度,吹獲夢自清境東市東北方 指望星期三部分時間有陽光,持續穀熱,隨後幾日,休憩十十月 博義天力警告現成生效,幾乎29度,鬆距濕度百分之78 財經online 財經online 空間尋佛 購入 楊 金 拋勿 未去 哪 現在好像有80多元,很慘 而比起去年11月的低位,60多元,都還差一點 騰訊是一樣的 去年11月那時200元跌穿 現在還有39歲 這兩間巨頭,因為它自己的盈利是比較好些 就算是這麼差的市況 股值跌到這麼低,它都沒有跌穿低位 所以如果你的組合一路都會有很多電波的股 如果你想縮閘的話,亞利或者騰訊 這一類一組已經有強盈利的公司 我覺得建議是值得持有 人心交叉門,雷亭881 一年一度的盛事,香港同胞慶祝國慶籌委會主辦 執委會賽貫深執行主席帶領,傾力打造 國慶文藝晚會,10月1號晚7點,紅館舉行 聽下今年這個香港春晚有什麼精彩節目 有歌舞大環節,香港主席行看服劇邦 還有溫打,莫華倫和羅家良 駐港部隊,民工團同場再興 電台,電視台和網上平台同步直播 即想香港同胞國慶文藝晚會Facebook看詳情 遇到困境,難免會影響心情,甚至質疑之 各位早晨,各位晚安 香港的朋友Good night 溫哥華的朋友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早上 今天早上很涼,應該是昨晚下了一場雨 未來幾天,據稱都會在Selixalad下雨 甚至於BC省據稱會陸很大的雨量 甚至會影響某些地方會停電 希望我在我居住的地方不會受影響 因為我相信一些比較北邊、偏遠的地方會多些 一些rural area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會密切通知大家 是不是真的會發大水 到香港探員就到Wancouver探員 我會通知大家 那是誰的重感冒?Alan Walker重感冒? 是,早點休息吧,吃點藥,睡醒一下 然後明天早上再聽,重溫吧 不會跑掉你的,放心吧 Apple你好 Fred早晨,你好女友記 梁德寶你好 然後還有Catrina 阿德,文敏 Kanton 然後還有Annie 星期轉夜班 Hello夜歸人 沒錯 好像未見葦哥他們進來 因為他們剛剛聚餐員 MIHKTV的員工 中秋節聚餐他們全部 還有,韋哥是不是進來了? 富豪巴士 Emily Eddie 韋哥進來了 白貓哥哥 第一個進來就是Busse 還有康山 多謝康山的打賞 多謝大家的支持 剛才大家都看到了 我回應所有朋友的要求 我再給大家看看 再給大家看看 我們已經做了兩個不同的QR Code 一個呢 就是 一個的 轉數快 我還錯了一錯字嗎? 什麼今晚的標題 什麼失聯 OK 可能打錯了字 不要緊 我一會兒在TAC那裡改回 一個是轉數快 一個就是Pay Me 大家 無論你用轉數快 打賞5-10元 給我們就很開心 用Pay Me 一個幾毫 我們都沒有那麼歡迎 多謝大家的支持 宣眾要求 將我們的QR Code 加多這個Pay Me的行列 大家如果想支持我們 都可以去螢光幕裡面 用你們的手機 掃一下掃 那就可以 當作看報紙 看晚報 看日報 支援一下我們的 但是余大哥 會不會說 20元4顆蝦餃 不是 燒賣 會 可以說說 但是其實我今天 在這個MIHK每周通訊 都有跟阿超哥 Touchbase的這件事 Eric 剛剛看完奇案很精彩 多謝大家支持 今天 其實整個weekend 真的有很多節目 先來 星期六 你們會看到我們 然後 接著就有一個 樂魚談 星期日 有一個獵主立錯法團 海刀流特別版 然後今天 就有三個節目 又有MIHK每周通訊 香港奇案 加上今天 老鵝 週一 晚上 和你Live 很多 這個節目 我目不暇 大家看都看不到 好 首先 多謝 說不說華為展 未收到這個資料 因為太多資訊了 我都要選一些 我自己會說 又或者說得好些 或者更加多的公共性 其實今天也不多 而我今天會集中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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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那兩宗的 這個慘案 第一 當然就是 這個有兩個 工人 在西九的一個地盤 裡面 聞到這些危險毒氣 舔爛了東西 另外有兩位 智力受障礙挑戰的 一個中年兄弟 因為媽媽進了醫院 就是鑑山餓死的 我經常都說 嘩 東方中泉都收拾了 我怎麼這麼大劑 我平時去開 富豪酒店下面那間都收拾了 真是連骨頭也不能打 香港在外面的地方 值得我留戀 要回來 你怎麼會被著草 真是不行 東方中泉都收拾了 陳強 你不要以為東方中泉是正骨 東方中泉其實是邪骨 你想清楚就好去 如果你去到別人 不跟你打邪骨 可能你自己要檢討一下 OK 那麼 香港終於有餓死人事件 我覺得很匪夷所思 我們經常都在說 香港還沒試過餓死人 你還沒擔心人會餓死 不用擔心福利制度 我們一定會令人有足夠的照料 照顧 你這個街 竟然到了2023年 香港計三零年八個月之後 香港有人餓死人 我真的難以相信 有這樣的事情 在我們香港的土地上發生 是吧 那麼 說說杭州盛洩真是搞笑 當然會說 是吧 現在你全香港歌舞聲平 是杭州這些事情 割破家亡之時 還大廢周章 做一些這樣 就是習近平的豬頭 才會做這些事情 而我也會說說 當然我會很恭喜 香港的運動員 做一些很好的成績 但是特區政府這群混蛋 就是hijack香港運動員 勒索我們香港人情緒 去支持 變相支持香港特區政府 這個 topic 我也會說說 OK 那麼 很想知道誰是忍養一號 忍養一號就是 如果你看這一張照片 你看到 縮了水 由大賓州變成小賓州的 這個巢總理 是不是 穿著Pakman的衣服 就是這個巢總理 旁邊就是Koyer Koyer是我們以前operator 和小花一起拍檔的 小花就是戴著頂花帽那個 那麼 在最左右手邊 再前頭撞爆的 肥子的姜濤那個 就是 尿養一號 不是 這是搞謀盡 而巢總理另外一邊 長一點頭髮四眼仔 好像這個 多拉希夢 裡面那個 小夫 那樣子 就是 倫養一號 倫養一號 旁邊那個 大家都熟悉 經常在checkroom裡 看到他的白糖哥哥 然後白糖旁邊的 就是韋哥 白頭羅韋哥 而 白糖韋哥旁邊的 就是我們MHK的 阿Q Wincent 那就是 全部我們的同事 今天就是聚餐 那為什麼今天 有雞食 又有豬手 又有花生 又有這個 苦白合桃食 那就多謝大家 網友的支持 以及打賞 這一頓飯 都是我們Morning Glory 出了這個QR Code 大家 五元十元 點滴回城大海 今晚他們可以加一頓 就是吃飯的 而這條 的套套 你看看他 得戚 又無法買 以及可以 還有 你看看他手 你看看 missions 的些 那些 要 你給 ta 用 不用了,要吃跑王之王 上次多吃跑王之王,屌星四起 那你就多糟糕了 其实你刚才看到这么多张 和同事一起出现 都是MHK最新的班底 但是我已经养不起Khoi 自从我们解散了office Khoi已经离开了MHK 自己要找工作 没人很可怜 八堂一直都是我们坚实的网友 他一直在里面慢慢帮我们付出 做了很多事情 我已经当了自己MHK的义工 我们的同事这样的情况 那么 克里斯维 他叫肥骨 天天红星日传 邪骨未执 好,多谢你,陈强 你继续支持香港的邪骨 陈强,香港的邪骨教你 自从阿超哥离开了香港之后 韦哥这段时间生意忙碌 吊总理也不去 那就靠你撑着这些邪骨牆了 OK 好,上次淪违劣食大超战 是的,神问一下 上次真是惨 上次请他们吃 这个十周年的 这个庆功宴 顶你肯要吃这些垃圾 都挺可憐的 不太开心 但是今次看到他们又有这个 精线 吃鸡 还有这个 鸡杂 各方面的东西 今晚成为2,900多元 加上贴士就是3,000元 也就是总理的面子 可能是这个 总理饭堂便宜了给他 打了折扣 也是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实报实销 这一餐饭 摆明是网友请大家吃饭的 我们也不会 乱吃地花钱 就是不会乱吃地 把这些钱 把大鱼大肉 这么多人吃一餐饭 今时今日在香港 两餐多晚 我觉得是一个 很合理的价钱 不认为他们 要不要去吃这个 大家祸 和大发活吗 对不对 好了 再提多一次 今星期的 老鹅鹅鸡 总理出巡 会在星期四的晚上 总理会和 林阳1号和韦哥 去湾仔海旁 看看这一个情况 文文说功德无量 络有一定不会去跑 其实我真的 不是很想这样煮死他 但是 大哥 你要复出 你要翻山 你给点努力 给点诚意 你不要欺骗我们感情 欺骗我们的 我们的 而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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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对不对 你做好一点 是不是 那不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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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再卷到复出 做一些这样的狠狠 东西 今时今日 香港经济这么困难 你还是求其中的 一些狠狠 对不对 想着得过扯过 你不就坏了 老板 是吧 多谢大家的支持 首先我们看看香港运动员 香港运动员 刚才好像说 二金 不知道多少人 不知道多少人 是个铜 三金 有张家朗 还有蛙艇 还有当然 有一个 何思培 何思培 刚刚也是破了亚运的纪录 就是 200米的自由泳 拿到金牌 很可惜 欧凯淳 僅僅四 其实欧凯淳 都差不多退役了 我自己觉得 就是大师姐 这么想 以前 她刚刚出道 就是小师妹 现在就差不多变了大师姐 还有欧凯淳 我自己觉得 她一个 这个 那叫做 Cecilia 欧 Cecilia 陈鹿又来 真是说真的 我又要打赶你了 唉 真是很浪费 你不要浪费人生光阴在我们身上 陈鹿 我都知道 你什么 国安法 国安法 你 你这奔周扯不起 有国安法 你这奔周也帮不了 会撥起 国安法 你做奴隶 做狠毒 是这么狠可狠年 有一条紧哭 就哭在你的头上 你 你有自由人 你不喜欢做 你喜欢被国安法 枯枯着你的废材 你真是一件 的狠毒之中的狠毒 你快想点死吧 奴隶 你这么喜欢做奴隶 人家在争取民主自由的 争取自由的 争取言论自由的 争取随心所欲 做人的 做个开心快活之后 你就喜欢做 你共产党的 死狗奴隶 乃春代底的废材 你不是 拙你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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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拙你的 混蛋 真是废人 喂 我现在提供一个服务 一个服务 大家可以有娱乐性 可以有资讯性 也可以有批判性 了解世界上的问题 如何 这是一个合理的 收取回报的方式 去支持这个机构 可以继续去營运 你叫做黑展 你老武器 你老武器 抹鼻 你老爸 就拙你 拙他 不用给家用 你老母就等于做鸡 是不是黑钱 拙你老母 你老狗狗 是吧 好 那说回这一件事 香港的运动员 我一直以来觉得 很多人是自己密密奸運 爆了出来 香港政府 拙你老米 好像找到保障 这样的情况 然后跟着 就是 法国香港支保 拙你老米 然后跟着 找他们做很多的宣传 propaganda 最近我有幸 看到张家朗 帮香港特区政府拍一条宣传片 不知道是什么公益 还是什么 这件事 就是狗毛 不搭八 狗毛不搭八 毛狗 结尾也要 张家朗 拿一支剑 整条片 就拍到他 骑狗猛猛 你老婆 骑狗猫 我就觉得 唉 真是很可憐的 香港的运动员 没有一些自己的个人风格 只要拢了他 拢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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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这个人生来傾瀉 还是不知 安全 走路 有什么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看过这个宣传片 还有 这条片拍到张家朗 黯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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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黯的 接入一个陷阵 就是支持香港的运动员 被他们一群陷家产 拿来支持香港特区政府 我们看看这条片 我们看看这条片 我回来跟大家讲讲 为什么我有这种看法 张家朗 张家朗亚运奪金一刻 市民一起见证 张家朗做了一个金金 他开心得跳起 这群小剑击迷相约在商场看赛事直播 他因为张家朗而学剑击 张家朗和我一起学剑击 而我觉得赢了很开心 儿子看到他这么有斗志 觉得很棒 原来剑击可以玩得这么开心 而且香港人真的可以夺半 他就有兴趣了 商场派分这些打气牌 市民一路看比赛 一路跟张家朗打气 我觉得很精彩 其实我觉得张家朗 一开始已经领先 真的很厉害 我觉得四强比赛 因为他反败为性 张家朗在四强赛一度落后 市民都看得欲紧 不怕不怕 缺一件胜出 全日上演多场赛事 有市民一早来见证 港队在赛艇奪得亚运第一金 第一日比赛 就有金牌 真是开心 我们香港人 当然以为香港争光 香港运动员就加油 我们每个香港人都继续支持你 有线新闻 温贵婷 刚刚陈朗星是蹲五天 那就当入去度假 大家现在跟这个特区政府谈调 是否认识都会认识 是否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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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些事不认识 他 他又说你认识 在阻差办公 什么事 三权合一 大家还有什么事可以再搞 他这样去做 就是将大家去抗争的成本 会加大 大家去据你力真的时候 你分分钟就会认识 然后又要吵你力真的坐牢 我不觉得 陈朗星是有任何的错误的 只可惜 这个特区政府 他继续做这些东西 大家的外国的投资者 对你香港的评级 什么事情自由经济体 你不要吵你力真的问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吵你力真的不停跌 吵你新加坡又继续过你头 不要问为什么 你什么东西都用这些东西来吵你力真的走投的时候 什么东西 现在章炳梁都走出来吵你了 你吵你掉垃圾 你又是国安法 射过精力又吵你老母国安法 每天都在国安法 每个人都乱惹 每个人都要吵你老母坐牢 坐牢 受罚 被判 审讯 那条龙墙都吵你了 吵你了 你是不是 人家就会觉得你在香港里面 是不是国安法大想了 然后搞到乱七八糟 全世界都要害怕你 那我过来外资过来投资 就玩完 就是这么简单 你继续 吵你老美 大家就当跟你一起 吵你老母 ROR return of investment 是不是 你多捉几个 香港就越欺凌 香港就越崩溜 香港就越倒退 是不是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你现在说真的 这些就是跟你警察吵了两句 吵你老母 坐警察办公五天 你是不是瘋了 是不是 你就是继续 吵你老美 是不是 继续去玩 你看看你玩了多久 到时候那些人不想 吵你老美 是保释上诉我知 你五天是我的意思 你明白吗 你这样你就继续去判 是不是 吵你老母 就是你这样的这个情况 是不是 你香港里面还有没有外资会来 还有没有expert会来 是不是 还有没有外国人 吵你老美 觉得你香港是适宜投资 适宜工作 以及适宜吵你老美 是 有没有人才会来 浪费你了 所以你继续这样去做 你就吵你老母 是 就不要问为什么 香港是一个人才荒 越来越在扯人才的排名里面 不停跌 香港的自由经济体 为什么永远吵你老美 落后于新加坡 越牌越是 是不是 香港为什么没有人来IPO 香港的股票楼市 为什么是这样的 不要问为什么 你问一下你自己为什么 是不是 是吧 是吧 你看看你怎么样 是吧 继续抓 继续罚人 继续三权合作 看你香港怎么弄 是吧 我很想看 是吧 这个又说通緝 那个又说追踪 那个又说追踪 那个又说 拉他上庭 你不继续这样去做 是吧 浪费香港人的公帑 是吧 是吧 你不要政治打压 你越做得多 你沉茂波 屌里老美 是李家超 我说都知道 你去到屌里老美 这个北极 走到南极 找企我唱好 香港故事 都没有人来 都会来啦 我屌里老美 是吧 好了 你看回这一样的东西 好了 刚才 我们看到香港人 在商场里面 打气 开心 其实说真的 严格来说 你问我 要我屌尺他们 说他们开心 我真的很难屌尺 是吧 原因是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在香港 这么屈欠 这么压抑 大家都想找些东西去充气一下 难得有些香港的运动员 做到佳职 大家都觉得自己奔周了这么久了 有些东西可以充气一下 自己不能想 就行了 投射了 自己去想了 某一些的人 去拿到彩 拿到光环 那你等到你整个自己的香港 都感觉到 就有语有荣言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 是摸口飞的 为什么大家喜欢看球 大家喜欢曼联 大家为什么投射在南极 大家为什么投射在某一两个 这个摔角手 这个Boxing Tennis Player Slogger 那是有原因的 因为你们代表了 你去了那里的情况 或者他得到彩 那就是你自己的支持 他 令到他有一个 Trophy 光明 感到很高兴 那现在香港的运动员 赢了金牌 那我们香港人 当然值得这个高兴 但是这个问题 你要想想 特区政府 待会就要找一些商场 投射 直播 那你们跑了出去 那然后你想想 他背后 Leverage 了这个东西 就是说 香港人 放心香港晚上的治安 大家齐颤香港 止暴制乱 大家可以放弃了 不用再担心政治的争拗 那很多香港人 都觉得要向前看 要促进香港的繁明 大家出来 又乱辩 自由自及兵 支持香港 这个运动员 支持香港 爱祖国 你看看现在香港欣欣向盈 那你就 你老母 给他 他就 全家产 Hijack了你的人头 你这些 你老母 拍手掌 冰冰棒 那些 你就被他拿出来 做文章 大公文汇 就跑了出来 就说 香港的 现在就是 那些人 万众归心支持香港 支持香港 支持香港 香港支持得起 支持祖国 就拿了他 你老母 给他这些人 就是拿了你的人头 做了筹码 所以 我们一样可以支持香港 运动员 但是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在家里面 舒舒服服 很高兴 然后在Facebook里面 多谢张家朗 多谢何思培 多谢香港运动员 为香港人 拿到这个干怀 但是 我们就跑了他出去外面 给他送头 很多时候 大家没有明白到 现在我们的香港政府 极度政治化 所有的事情 他做每一样东西 他发每一个新闻 每一条侄观 都走出来说的事情 背后都是政治大于一切 比这个民生 很简单 到现在目前为止 两个的智障 中年人死亡了 有两个工人 死于非命 在一个水浸街 死亡了四条人命 香港特区政府 到现在 李家超说过什么 陈茂波 陈国基 有没有出来说过什么 有没有对这些死亡者 有没有对那些死亡者 就像你死的老爸 死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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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他们的死亡者 香港政府也要負上某程度上的責任 但是他有沒有說過什麼話? 有沒有找到什麼問題? 碰也不要說碰 說也不要說 西東就走出來 說也不是這樣的 他們的死我們也不知道 是想卸責 你特區政府在香港一百八十幾年的營 以我個人的認知 你老母系是三年零八個月打仗的時候餓死的人 之後英國人的執政物理 尤其是物理路十年的黃金政策 整個城市回復了一個國際大都會的水平 根本有好的福利的制度 我真的沒聽過香港會有人餓死的 你餓死的人這些是很難收家的事情 特別是我們香港這麼富庶的社會 你香港裡面這些工業的運作 陸續有些工人 是因為某程度上的監管 不能follow守則而死人 而求糕期這樣死的永遠是工人 你的制度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你監管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而工人求糕死了 你老母系有勞保 保隱了就算了 公司買保險 賠償的十多萬就算夠 但是這些傻子公司 繼續草奸人命 繼續在那裡疏忽監管 而死的不能是你李家超 死的不是陳國基你的兒子 死的不能是陳茂波你的女兒 死的不能是你們家人親戚朋友 死的是一些草根階層的人 他們死了 你老母求來數二十元 他買完本蠟燭 拜糕他就算了 一些都不在家 死了很多 買這些工人 無辜辜的樣子去死 有沒有人說過任何事情 有沒有一個稀官 走出來 現在立刻深切哀悼 為一些他們討回公道 你們說什麼 你這群的混蛋稀官 走出來 只懂得說夜經濟 夜經濟 大家消費 要不就是屌你老母 運動完好 一支斑 報喜不報憂 中國的屌你老母 這些大撤帝 這種屌你老母 門面工程的亞運會 你這群這樣的混蛋 就上去塗脂抹粉 是吧 怕死去不能撤 香港欺臨 你們這些混蛋 你也不能來 死了一些無辜的香港人 這些不是你的親戚 不是你指疾 不是你肚子裡面的精蟲 你一滴眼淚也不會流 求隱旗啦 保險賠夠了 就算夠了 死了兩個智障中年人 哎好啊 福利制度 是賠少兩個 是很想收家的 找出真相 找出真相又怎樣 既然既然一樣 會有人死 你 你 現在我重點去說一下 你這個問題 出了在哪裏 是不是 吊你老母 是 混混了人家整個通宵 在裏面 吊你老母 放淡屁 你聞這麼久都死了 一定要找出真相 找不想到出來的時候 是怎樣的 你會不會開死隱寧信庭 你會不會吊你老母 因為這件事 吊你老母 吊完之後 會吊你老母 你會改條例 加重刑罰 你會不會去做 吊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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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個人 沒有想到 吊你老母 今年中秋節回去過節 吊你老母 那你香港人 大家 只是被政府大吹雞 吹方向 香港運動員 我們明天去看看 吊你老母 有沒有人拿金牌 我們吊你老母 去一個商場裏 繼續拆拆港隊 跟著那些無知 媽媽 嘻哲老爸 加上吊你老母 吊你老母 都不知道 你就回家看 去香港 吊你老母 在這個商場看來 有什麼事 被人吊你老母 吊你老母 拿了你的頭出來 吊你老母做文章 吊你老母 你這些全部都報的 就被吊你老母 文匯大公 黨媒那些 就是吊你老母 借了你的人頭 借了你的相頭 然後去支持香港政府 支持吊你老母 是止暴制亂 混蛋 是不是 我覺得 支持香港運動員是沒有錯 但是 吊你老母 是響應政府的方式 出去支持香港運動員 就很夠錯 是不是 吊你老母 我為什麼要聽你說 我要去商場支持 我在家裡看不能想 我自己吊你老母 幾個同事 在一個公司裡面的電視機 不能想的 是不是 吊你老母 為什麼一定要吊你老母 等你抬氣 你叫我什麼時候去消費 你叫我指定他哪個消費 我為什麼要吊你老母 給你 吊你老母 摸一隻吹老鼠 你吹老鼠的小孩 跟著你來帽 吊你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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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下海 好 多聞說這個問題 去年 去年洪管塌電視 塌天證 塌鐵閘 十月至十月中 試過一個星期內 三宗嚴重工業以外 香港不會改 即是不停發生 不停死人 香港做工程 真是賺命搏 不要再做地盤佬 做工程 Exactly Exactly 吊你老鼠 就是這樣 你從李家超 做特首開始 一直想多這些麻糕煩的事情 一直下來 檢討檢討 去吊你老鼠追究責任 一直下去死人 是不是 這些工人 為什麼要再做工人 找人搏 真的 說真的 平平安安 開工去 開開心心回家來 原來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知道 你老鼠在哪一個工人 早上起床 你老鼠在 陷阱上班 跟著 你老鼠在晚上回來 不想到你 是吧 好了 說回阿雲這件事 說真的 阿雲這件事 你老鼠是 求人旗 又不是什麼 什麼 你老鼠是國際 聖士 很厲害的 一個international games 亞洲裡面的區域性 這些 比賽 是吧 連中東也不少 但是你一個中國人 就借這一件事 是吧 你老鼠在大做文章 炒慶他 幹了國際城市 以今時今日 香港 一個中國 經濟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 是吧 有債人不厲害 失業率高企 出口 各方面的事情 是製造業 死水 樓價 是掉了一大半 是吧 一個人都沒有 什麼東西 你扔這麼多錢 去做這個所謂的 杭州綠色亞運 你管好你的帽子 首先是習近平 綠色這個 吊你老鼠的運動會 是不是 那我們有兩件事 在亞運裡面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先來看看 他花了多少錢 花了多少錢 其實這個 ROI 有沒有吊你老鼠 是 合理的 這個回報 大量的外地人 乃至外國人 湧入杭州 然後可以提升杭州 最起碼可以提升旅遊業的發展 然後當然一樣旅遊業 又可以提供很多 比如說像我本人從事的餐飲方面 然後住宿等等這些方面 其實我認為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要因為它可以幫助提升經濟 我自己看見你 各家家家決定要決定的 跟你二十八三米百分 周圍老婆心來說 最好給個家家劃了老婆心聲 花了小青年聲 他們不好傳言 好抵抗生命 你那些公司面那些 一整天我們都倒閉 因為你幾錢 你拿給你 居然不容易的你幾錢 正是因為疫情三年 所以大家的經濟數據 看起來不太好 但是總體向好的 這個局面還是存在的 那亞運聖火 像今天傳遞的這個火炬 不就是給人以希望嗎 所以點燃希望 然後才能期許明天 所以現在的火炬 It's a little bit of a balance because the domestic policy makers have some other priorities with the economy and so on. At the moment they don't quite have that political incentive that they did within the Olympics but I think it's always good to have sporting events from the economy's point of view as well as some other benefits too. 我不是看亚运的,我是背割亚运的 原因是大家都不想问为什么 任何中国支持的东西我一定是吊你老母的 说完了 你支持亚运,你就是支持中国的吊你老母 在中共他们自己所说的那一套 原来他强权主义是对的 吊你老母是打压少数民族是对的 欺负和性戀是对的 吊你老母是打压自由 吊你老母是打压藏毒、打压疆毒 吊你老母是武統台湾 你支持他就是对的 你这些全部要否决中共 吊你老母是伤天害理的这些东西 我当然是不会看你的 一宗新闻,吊你老母是那些直播 就算有香港在这里我也是不会看的 OK 即使是香港人去比赛 以及不多不少也都是帮这些柴头 就是贴金 粉饰太平 支持他这个运动会 就是吊你老母是一个给面派对 他们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大的盛宴 给我的一个感觉 就是吊你老母是好像这个随阳帝 大家有没有看过随阳帝 那些外国人来到 哇,为什么那些人喊喊白人 吊你老母是烏枝别克 小夏世那些商人 非洲人 哇,为什么你们这些囚段挂在树上 哇,去到吃东西 大喝大喝 跟着就吊你老母是吧 不肯花钱的 去酒楼 跟着旁边喝花酒 去嫖妓 喝白嫖 又不肯花钱的 随阳帝说 啊,我们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大唐盛世 大随盛世 万邦来朝 是吧 大家花彩花彩的钱 寄在我这个随阳帝的身上 是吧 多谢大家来中国 是吧 让大家可以奔至于归 所有洗肺就是全能部 是吧 就是这个 啊啊啊啊啊 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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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我们随朝的这个身上 现在你给我的感觉 随朝就灭亡了 后来就是 各地群雄并起 大家去打他 是吧 随阳帝打到没人打 就坐在那里喝酒 他说 我老袋究竟是哪一个 最后落在他英雄的手上 哈哈哈哈 那样 你现在给我的感觉 就真的好像随阳帝 那样的情况 是吧 这条的尺子 是吧 就是你花二千亿 甚至别人说 不认为这个数字 好了 为什么要花二千亿呢 很多东西要做 产民居 是吧 破坏人家的家园 征收这个地 建宿舍 建建运动园 选手村 建运动馆 游泳池 比赛场馆 电竞场馆 狂的那样建议 好了 在里面 会不会有贪污的情况呢 不用 你老母问 肯定是会有 这些事情 必定是会发生的 这一个情况 对不对 不认为 你老母在上下其手 我还对得住你 十年为官子为财 是吧 我做得官的 当然要你老母抽水 不是我做官托臣 好了 这些的钱 下洗肺 去完这个杭州运动会之后 亚运会之后 其实 所有的选手村 是吧 这些的 这一个 运动场 大炮王 你是不是想我应该再教你什么 为什么生活不关政治 你坐定定 喝杯茶 吃个包 拔个屎 你先回来 我和你教你 什么东西都是你老母 关政治 你老母吵 你老爸滚不出去滚 你生不生你个混蛋出来呢 都是关政治事 我现在解释给你听 OK 大炮王 我不想帮你 是吧 你给了机会我 你老母教你 我希望我可以点化你 你老母 是吧 什么东西都是政治 你老母 没有 不是因为政治 你咬什么有生活 你咬咬你 好了 说完这一件事 你花这么多钱 在外国的社会里面 我们根本是没有办法这样去做的 第一个原因 我们所有的事 都要有的议会 会批判这一局的budget 你要交一条数出来 是吧 你老母 你要告诉我 你要花这一局的钱 是不是 然后跟着呢 我们有没有什么回报 会不会over spend 会不会令到很大的赤字 会不会有反对党去否定他 是吧 你如果做了这么多东西出来之后 赚不赔的回报 库房去立了政治 杭州的市议会 你以为你担心了 那就是糟糕 但是当然了 在中国里面 当然是不会有这一件事 一意孤行 由上而下 拍左板 就是死命令 华智你好尽全国的钱 做一件那件按钩的事情 你都要跟着 要继续去做 好了 在我们譬如在加拿大 甚至在温哥华 曾经搞过这个冬季奥运会 是吧 是少有的 是得到一个合理的回报 带旺了经济 令到你的城市 是对外支撑得到 有你这个地方 有你这个地方 然后跟着 人们来投资 来定居 然后跟着 刺激了人口 刺激了人才 刺激了金钱进来 刺激了房地产 有这个回报 带大家去看 有很多 搞大型的活动 比如 亚运会 奥运会 例如 希腊 搞运会 西林 是吧 巴西搞这些 比如世界杯 破产 没有带到一个合理的回报 搞的都是大部分 十有九个都是虚张的 很少是做到会有赚钱的 这一样的事情 多谢Lemandu 是吧 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你还要花到几千亿 是完全不够你的ROI 就是为什么 说明了所有的公帑 在共产党里面 是没有监管 是没有计算 全部人质 党要花 所以你就没有计算 党要 是吧 就是这个 要这样去做 我说得知你的钱 原本要搞教育 搞医疗 搞老人福利 搞通渠 搞齿齿 搞什么 我说了要做 就要做 好了 现在老乌搞这个杭州 老乌要搞这个杭州 做这个运动会 我不想知道 不知是否以前浙江 习近平曾经做过这个示威 还是不知是什么 拿过庄 对他有特别的感情 他自己对这个地方里面 拍板 令到他们兴建 多一些兴旺 为什么他不选择 大西北 他不选择 乌鲁木齐 这个乌鲁木齐 是吧 他选择这个地方 据称李家超上去 也看过习近平什么东西 八八主张 八八战略 那些东西 他在那里 曾经一起执政 可能是情感上的问题 就是大挟回他 但是 他的党誉 或者他的工具 老友 在那里盆根挫折 会不会益回他自己的官呢 我真的说 是吧 真的说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所有东西都是政治 这一局的decision 就是政治 大挖和 习近平为什么不能拍板 刚才我说 乌鲁木齐 我为什么不能在 这一局的 大连女训 我为什么不能在 廣东省的 这一局的广州市 我偏偏要选杭州 那我告诉你 这一局关不关政治事 其他的城市 为什么 只有看字 好了 另外第二件事 刚才我所说 那二千多亿 拿了来搞这个 这样的 杭州亚运会 原本 杭州亚运会 那些钱应该扔下去 做疏渠 不要水浸 你这些钱 不是放在这里 就用了搞这些 好大起工 面子工程 夸大中国国力 令到以为 中国仍然是很厉害 是吧 搞一场这么大型的 这一局的运动会 这一局的国力 仍然是不容置疑 很厉害 但是实际 中国的国家 五奴七商 是吧 是吧 这个 中国的这个国家 完全就是 陷阱 是吧 欠债累累 是吧 这些东西的情况之下 是吧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很多民生应该要 撥钱去支援的时候 完全得不到这个支援 OK 那么你的生活 在中国里面的居民 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原本 每个小朋友 有钱去买一本柏子宝的 那些钱去搞了 河洲亚运 OK 原来有一个性病医院 可以帮你糖尿怪 你老母西去医性病 帮你老母西医 你老母西在那些音唇 你老母西大音唇小音唇里面 是医抛疹的 你老母西在你的糖尿怪 你老母西得不到这个性病的支援 生花柳 你老母西 然后生了你的嘴子 糖尿怪 你梅毒入血 令你的嘴子梅毒上脑 是吧 你原本有钱 就可以帮你剪包皮的 你老母西 撥不到钱 让你有这个包皮手术 你的包皮长期陷隆 你老母西生了 你的糖尿怪 整世人的包皮肿胀 翻不开龟头出来 断崩周而死 是不是 那这些是不是政治呢 是不是 你老母西 你是不是影响到民生呢 你怎么可以说 你老母西这件事不关政治的事呢 是不是 你老母西 是 这些东西没有资料 都是猜猜猜 那你就说得非常痕 你真的是不是我们 你老母西 这一个是高级黑来的呢 你怎么说的 永远都是 你老母西 帮我可以有位 帮我入去你老母西的干门 你老母西的干门 指证你的不是呢 就是你这个中国政府 什么都不能透明的嘛 你连3千亿的数据都报出来 要3千还是2千 你都給不到那條數出來的市民去看 你中國各樣東西都不透明 中國各樣東西都不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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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人民怎樣去挑戰 有沒有這個反對黨 去監控他們的不透明 沒有人去核對他的單 那你哪個給價資料 而中國裡面 杭州的市民 那條數冤大頭 就下了他們的頭裡面 得不到應有的這個不透明 就是因為這個透明不能有的存在 數字不能清晰 監管不能健全 就是這樣吧 大拋鑼 是不是 怎麼來了 那你的錢 二千億 如果不能我們建運動場 做什麼事情 搶了一塊錢扔死你 你也很噁心 你真的不要那麼低能 你聰明一點 你只是跟我辯論 以你各下的這些資料 你做一個小學生都不如 你先回去讀書 香港還有沒有夜校 去播一下夜校 提升你個人的智商 基本邏輯思維都沒有 你媽媽還在這裡 你媽媽不會進醫院 我很擔心你媽媽一生病了 沒有人照顧你起居飲食 下一個餓死的是你 大拔鑼 我真的很擔心 你怎麼這麼弱智 你家裡 你講個地址 我叫韋哥送幾個杯麵來 我怕餓死你 你懂得煲水嗎 大拔鑼 煲水會不會 拔鑼完之後 你老婆優富你會不會 大拔鑼 你這麼傻智障 你怎麼要 拔鑼 拔鑼是誰 你江門是否長期不懂 你媽媽沒有幫你搔鑼 你怎麼封閉了 你這麼傻低能 這麼傻低能的問題 你的思考也不會 你枉為人 你吃了幾個多年的飯 你吃每一粒飯 這些飯你不想吃 其他人是不要吃 對嗎 地球的資源很難保貴 你不要浪費地球資源 大拔鑼 被你這麼傻智 二千億不肯使用 好了 二千億不肯使用 不要說有證據 洗在醫院 買飛彈 打台灣 那你都是傻智的 大拔鑼 是吧 你們老美 錢下了什麼傻智人的手上 沒有監管 戀直那麼用 錢就像一把刀 一把刀可以 撞你老美 切魚生 大家有餐好飯吃 一把刀可以 撞你老美 刀你老美 刀你老美 放血而死 把刀就是一個工具 錢就是工具 為人者 為君者 拿了一些工具在手 而他沒有監控能力 沒有一個人去撞你老美 在旁邊 循循善有他 這個錢 這個預算怎麼用 為善為惡 就是兩邊擺 唬人 大拔鑼 你不夠的飯吃 你真的開聲 我不想香港再有智障人士 你不要餓咬死 弱智 有甚者 大拔鑼 你可能這一輩子 你都沒有正正經營 打了一份工 是吧 你沒有人立過稅 是吧 你做事 你最低工資 你都沒有資格拿 是吧 你沒有交過稅 坐享這個社會的旗城 所有習近平花的一元一毫 都是中國人民 屌你老美 很辛苦 賺錢回來 供養這些中共走狗的混蛋 這是人民的錢 人民的錢 就是要有一個適當的監管 適當的運用 不是給他的混蛋 你要好好地回家想想想 如果你真的 沒有東西吃 鵝糟 到你治 頭瘟腦 你想的東西是不清晰的 留Message給他 690-21491 我找朋友去接濟你 你這個糟糟 是吧 好 看看這個 不是的 我不覺得大拔鑼 是阻礙我時間的 說真的 有些這樣的蠢人 其實在我們周遭裡面 很多這些 吃濕米的人 我這一番的說話 展示了給大家看 然後大家就可以跟這些 按鈕人 去訓話 訓斥 可以當魔刀 答案 就是去 給他們 你到底是個混蛋 是嗎 好 我們看看這個混蛋 放這個數位 數位 煙花料 不要在這個 死 璀璨順利的壯觀煙火 點亮杭州夜空 杭州亞運開幕是盛大登場 不過這些精彩的煙火秀 都是高科技 3D動畫AR技術 開幕是取消實體煙火 為了實踐綠色智能理念 全部數位化 導演組強調 在電視機前 看到的煙火效果 會比真實的更燦爛 透過3D投意 著名地標拱陳橋也被搬進會場 AR後製天燈點綴 呼應杭州是座因水而生的城市 開幕式表演以水為主概念 貫穿三個表演主軸 兩名演員身上綁了四條鋼絲 立體在空中翻轉 與朝共舞 為了呈現杭州意象 開幕式主題定調 潮起雅系雅 首篇國風亞運利用水墨投影 讓舞者像是行走在水面上 柔美身段偏然起舞 隨著投影變換 帶觀眾走入杭州山水間 前唐朝泳更結合縱文化有產特色 演繹琴奇書畫 體現豐富的人文色彩 透過投影科技 讓主場館大蓮花 宛如一幅美麗的山水石花 有九十名舞者扮演白鹿精靈與繁星共舞 搭配AR呈現的星河瀑布 場面壯觀 從中國傳統文化到杭州意象 再融入現代化的科技運用 籃球足球等元素 也用虛擬的視覺方式呈現 讓人目不暇擊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 台灣英雄全民加油 體育盛世看東森 I will show you 我建議大拔和 去看今週六那集的《惡魚探》 大陸流行一件事叫預備菜 還是預備菜 很多東西要整定了 然後給別人去吃 一樣的概念沒有說不對 但是當你政府缺乏監管的時候 你不是沒東西吃 你只是在吃糞便 大拔和就是很低等的動物 求榮旗有飯吃 擺什麼東西就跑 沒所謂 有沒有衣服做青鞍 恐穿石綠 他不在乎 吃完之後喝了奶粉 會不會變成大頭BB 他不在乎 因為他沒有兒子生 是吧 以後覺得安定的 如果覺得他住劏房 就叫做安定的 人民是整輩人去 去供一層樓 跟著就是豆腐潤 小時候還要給你割韭菜 說收樓就收樓 強拆就強拆 那你叫生活安定的 那就沒辦法說 低等的人 就是 由這個 沒有附著 沒有飯開 看到那個地方 有飯吃 有 有小小的 菜 吃 街片的透明肉 我就已經有飯吃 多好 跟我說沒有飯開的時候 我就要多謝共產黨 根本中國一直以來 是 全家產都有飯吃 中國共產黨在搞 大饑荒大躍進 餓死了 那麼多人 非自然死亡死過億 毛澤東到現在 那你現在 有飯吃 就做回應有的本分 但是 全世界都有飯吃 也是一個問題 你可以想到 沿岸以外的城市 以外的地區 了解一下 還有一半以上 六億以上的人 是賺錢不夠一千元一個月 大拔和 昂糕 你 你真的什麼 昂糕得這麼厲害 有飯吃 就叫做安穩 我們就是要打仗 就要推翻這些 這些 垃圾政權 邪惡 剝削人民 侵犯人權的 全家產 死魔鬼 讓他不能在這個世界上作惡 我們就是 永遠要站在這個光明那一邊 對抗黑暗 躲在暗角裡面 有飯吃 就叫你老鼠 很安忍 你就是在做 老鼠 白痴仔 你老鼠 你真是白痴仔 到一個 你這麼低能 你真是值得抵你 你真是餓死的 你這個混蛋 是吧 好了 講回 教導要做完畢 講回這一點 我自己覺得 中國 就在這方面 應該就沒什麼錢了 所以 有一個想法 就是做這些什麼 所謂的數位煙花 其實就是AR 就是虛擬幻象 虛擬現實 你會看到 為什麼現在 我在這個場景裡 看不到 當然是肉眼裡沒有東西 但是你看回電話 就有了 所以這個開幕禮 就引來了很多 低端按鈎 或者是年老的 這些長者 的國民 完全看不到 這些所謂的 Digital的事情 那我就覺得 不如不要搞 就是 你不如 整個亞運會 不如搞數位亞運會 就算了 大家 在你自己的國家 都不用坐飛機來了 又不用建這麼多的高樓房 找一下豬在八格 弄個這個 元宇宙出來 元宇宙亞運會 就可以了 大家躲在家裡 玩那個Summer Games 鬥跳高 跳遠 按個按鈕 鬥快游泳 就算了 就算了 你怎麼搞的 你可以大搞 也可以 尋規道舉 正正常常去搞 你們中國 只不過 一直以來 那些什麼 什麼 亞運 奧運 什麼什麼 Expo 搞什麼 奴民 相財 精重這個小朋友 跟著要那個 其嬰 跟著又 什麼公職人員 中學生 小學生 大學生 全部 全民街動員 整千上萬 在運動場裡 打羅打鼓 武龍武師 你們想得太多 這些大龍鳳 越玩越笨 就是原本跳脫衣舞 只是露一點 跟著 為了刺激收視 就露兩點 跟著 三點盡路 跟著就玩SM 然後就放毒蛇 找白線 轉洞 什麼傻子都會去做 去弄了 搞不弄了 沒有 那些 全家產資源 再上去的時候 反復歸真 用這個AIAR 做出來 裝就裝得 什麼東西 混蛋 阿雲 什麼東西 高科技 尖端的東西 其實 只不過是 找幾丁人寫過Bogram 弄完出來就播出來 這個是No.1 另外第二件事 No.2是什麼呢? 大家一直以來 看中國的所有 開幕典禮 閉幕典禮 如此類的 全九部 有很多時候 還記不記得 北京那時候的奧運會 林妙可小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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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說真的 就有這個 這個 這個 全家產 是吧 唱歌 不知道唱我的祖國 還是唱不夠東西 被人 find out 背後是有人代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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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背後是有人代唱的 然後被人代唱 就 find out 她因為要一樣東西都要perfect 那個女孩 是有很可愛可愛的小妹妹 但是她的聲音不能想 或者怕她協償 所以找人代唱了 然後被人代唱 然後被人代唱 是吧 你所有的事情 都要扮成你 是很能夠 做假 是吧 現在 求人得人 全部直接 用這個元宇宙 concept 做出來 節省力 是吧 又可以扮高科技 全部都是假的 是吧 但是你做到這樣 就不如不要做 是吧 給人家的感覺 哇 很能幹啊 很能幹啊 配合了你這次亞運的主題 根本就是虛 根本就是患 根本就是不實在 做些事情出來 又虛又患 不實在 就是正正中國人 在做這些傻事 OK 說真的 你這些傻瓜 好大喜功 勞民相財 浪費民資民工 簡簡單單搞一個運動會 運動會 運動會不肯是看你 你中國有多少多角力 你做一個host 你搞清楚一點 你泳池 是standard 你的跑道 不會咬柴 你每樣的事情 做到professional 事事正正 國際標準 是吧 裁判是公正的 你住的地方 食膳 不肯是人家 你不肯脫掉的 那你就 你不肯功德圓滿 是吧 運動會 不是看你中國的角力 運動會 不是看你中國有幾個富強 運動會 不是看你 你老是怎樣去大手筆 去豪華 運動會 就是有一個公平的地方 讓世界各地的這些不同的運動員 可以在一個健全的platform裡面 一展所長 創造佳積 突破人類極限 增進國際的友誼 你就調轉去 把錢這樣用 做這些假事 誇耀角力 這個就是中國共產黨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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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大家 無謂浪費人身光陰 去支持中國的這個假運會 是吧 知道有這樣的消息 知道中香港人贏了 就算夠了 我看也不夠看 如果你可以的 你喜歡看的 你就在家裡看 是吧 但是我就不會 送頭 給這些傻子 覺得我們 香港人 忘記了 你中國人 你中共 怎樣去對付我們 我們在香港裡面 都沒有公平 沒有公義 有這些垃圾政權 把持住的時候 你覺得這些垃圾國家 可以做到一些公平公義的 的比賽出來 可以和 國際體系 是吧 你走開 這些地方 應該就是 那些人 杯葛他 讓他自己 跟烏枝別黑 小亞西亞 伊朗 敘利亞 玩餐飽 玩 邪惡運動會 是吧 是吧 浪費了這些 那些錢 好 Anyway 現在1700人在這個 圈圈裡面 希望今天可以去到 過到2000人 晚上近日 12點鐘 有2000人 我也是非常之 開心的了 那 很可能 當那些 在偏遠地區 很窮 那些 中國的山區農民 是吧 見到自己的飯 都沒有得吃 老婆 那些青光眼 又沒有錢去醫 是吧 走幾十里 都找不到醫院 是吧 學生那個 教室 簡陋不堪 是吧 只有幾支粉筆字 寫了一些東西 教材又不足夠 見到一個國家 在杭州裡面 搞這個運動會 花這麼多錢 又說高科技 又說AR 又說什麼 數位 煙花 自己 隨時停電 是吧 電單車 也不能多步 在這個遠的地方 街燈也沒有路由難 我不想知道 在那個時代 或者在那個地區 那些鄉 中國人 這麼見到 國家這麼富強 但是自己這麼賓州 是吧 會怎樣的 這一個情況 超哥要想我出打賞圖 好好好 出打賞圖 打賞時間 我喝一口水 先喝一口水 沒錯 最討厭人家說開幕式 一會兒是你老母的畢業式 一會兒是你老母的畢業式 一會兒是你老母的殯儀式 開幕禮 是吧 你老母的殯儀式 是吧 你老母的殯儀式 是吧 你老母的殯儀式 扯旗儀式 不是什麼聲奇式 你老母的就是 你老母的最討厭現在的情況 好了 再次 出了這張圖的QR Code 已經有轉數快 以及有PayMe 大家釋除專便 OK 好 多謝大家的支持 好 下一個新聞 好 这个新闻,我想大家都听了很多 黄契钦刚刚给我一个Message,他说什么呢? 我转述一下超哥给我一个Message Message是说什么呢? 超哥,等一会儿,我先出来 好,超哥请代转告岳鱼,小心大炮和,他每次直播都出言说岳鱼,以改政治挂岁 我觉得他是借留言去激愕如留下证据,他反政府,反中国 我反中国就要紧了,不用他,我一直以来都反共 不用他反共,我根本就是反共,不用说那么多东西,怕什么东西认 反共就反共,做一个正血,有血气的人就要反共 我去中国的就要反共,做一个正确的中国人就要反共 说完了,是不是?香港政府一直都没有想 你老婆,是全家产得到我的支持,是不是? 你有没有想投票?有没有投票?你有没有想投票? 你有没有想选你李家超出来? 根本就代不了表我们香港的,代不了我们中国人的 代不了我们香港人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当然反够你了,你都不肯代表我 我使他扑我,他都不肯的,我真的不肯使他大炮和 我说,是谁人都知道我反共 就算我告诉大家,我不肯反共 中国信不肯信我不肯反共 我说我不肯反共,我爱国 中国信不肯信不肯信 我说我不肯反共 我不肯使他说,我日一走出来就反共 我怕什么,我肯定不肯 我反共也不能告诉大家 你们大家关台睡觉 好听来说什么 我说他说他说我说我说我不肯反共 不肯信不肯信我 我说我不肯反共 我说我不肯杀中国有没有人相信我 我不肯定你相信我 我不认真中国人 你有沒有人相信 為什麼我真是中國人 因為中國人 不是我現在認識以來幾千年以禮相待 春秋戰國三國時代 那些有聰明 去合之大者為國為民 在赴湯道火 為大義可以做事 不想是 因為現在這些中國人就被中國 洗臉了腦子 按鈎了 變成了魔界三部曲的半人獸 自己也不想知道 你硬要逼我跟他們 你硬要逼我同一個項目就是不可以 你硬要逼我 我沒有被人冤枉我反共 我根本就是反共 我用什麼冤枉 你真是傻瓜 你硬要逼我 真是神經病 我 你硬要逼我 我可以不想 你硬要逼我不是反共的 我去澳門 都不想讓我入境 你信不信 你說我不能反共 他們信不信 我相信 真是傻瓜 真是傻瓜 大家 不要逼我 沒想到害怕 他說你反共就反共 他說你愛國就愛國 他說你 反中亂港就反中亂港 到你說你自己反不反共的嗎 你都傻瓜 你走出來 你衣服有黑色 你阿足藤黃色 你就黃絲支持黑暴 他說的 到你說 你 你 真是傻瓜 你 真是傻瓜 你老婆被大拔和 這麼低智能 他老婆入院 就餓死他 你老婆 反共的眼睛 這個鼻哥 在呼吸自由的空氣 因為他要呼吸自由的空氣 他就要反共 這把嘴 你老婆 名牙利恥 為甚麼 就是憑我三寸不難之線 就要屌射你中國共產黨 屌射你習近平 屌射你李家超 這些就是屌尼老婆 和國殃民 害港的 屌尿正權 反共反港 反政府 當然 天生 反對黨 你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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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的 這麼老婆 大家還敢出來走 怕得這麼老婆 你老婆 你老婆 看見到黃瓜 不要吃了 東亞運動 這個 你老婆 這個 香港政府整條的黃色獅子 就被人怕黃絲 馬上就是你老婆 你老婆 就是這樣 你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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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吃 這個 馬拉糕 馬拉糕 也黃色的 雞蛋糕 全部黃色 不要吃 吃了那些被人屈你反共 你老婆 你老婆 真的瘋子 我都不明白 為何你做人做人 這麼笨招 其實剛剛那個Message 不是超哥給我的 有個網友叫給超哥 超哥就是你老婆 給我 但是超哥 你作為我的 你老婆的心腹 我的兄弟 你現在第一時間 就應該是 你老婆 剛剛那些說話 你跟他說 不是我說的 你應該是第一時間 你還要扔給我 你也害怕 你老婆 是這樣的 你有沒有老人想過 對不對 說真的 反共 當民人覺得對 那些銷牌是顏色的 為什麼 你老婆 你現在 你616的老闆 Gordon 我也不知道你 你那時候又要挑戰 這個 全家產20元 但是你走出來擺盪 東西 支持 就是 夜經濟 是不是 那麼 稍為有血性的人 稍為有腦袋的人 第一 就知道這些錢 是沒得賺的 是不是 你賺得多 是不是 你老婆 勞民傷財 你不是幫這個 政府投資抹粉 就沒話說了 那我是你 是不是 既然 你自己都是公民黨黨員 你的公民黨 都是被人逼得要解散的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你還要走出來 支持夜奔分 是不是 你應該 是不是 No profile 或者 說真的 政府叫我走東 我就去走西 政府叫我站 我就不要坐 是不是 我就是和你唱反調的 那你走出來 你是不是政府在支持這件事情 這樣 是不是 有很多人 有理念 或者value 其實是有priority的 是不是 全部都有priority的 那他自己是怎樣去辦的 在自由的世界裏面 我們都不會 就是為一些人 轉態 或者是他 將一些priority setting 重新要再定個位 那你自己有一個priority list 那別人的priority list 跟你不一樣 你知道就算了 是不是 你知道就算夠數 你知道就 你最後是 你緊握你自己的雙手 堅定你自己的意志 是不是 你知道你自己走什麼的方向 那別人變了 你就說 多謝你 在今時今日 走到這一點點 我知清楚你的底 我不需要槍你同行到尾 是不是 兄弟爬山各自修行 你有你買燒賣 我有我繼續挑你老母的躺平 說完了 是不是 是不是 但是 剛才有位網友說什麼 我挺欣賞中國 剛剛天災人禍 死這麼多人 那些人心情這麼快 又開心 去慶祝亞運 真的中國人的質素很高 時馬大炮和興 Exactly 就是你香港裡面 是吧 去年 就是武漢肺炎 剛剛解禁 很多人都說 你不要亂了 夜燒燒 夜經濟就衝出來吃燒賣 要衝起 是不是 有沒有人想過 在你家裡面 死了一個人 都是分分鐘被這個政府雷糕死的 是吧 大家完全就是甘如記憶系統 是不是 只是記住 賺錢 去旅行 去玩 就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 我們現在繼續要堅持 你說我們為什麼搞得自己不開心 為什麼我們屌你老母的正是繼續屌 為什麼屌你老母人出去玩 去商場去 張家朗拿金牌 你吵什麼 我有錢 我吃20元的燒賣 你吹吧 我吹你不吵 為什麼 因為大家要看這個 屌你老母的 這個matrix 這個時候 懶懶住兩粒藥丸 你選紅色還是藍色 這個差勢是你的 我們決定跟 Keanu Reeves 那些爛生爛世 屌你老母的 抗爭到底 繼續堅持我們的理念 繼續追求我們 believe 以及我們以前生活過 不僅是告訴我們厲害 而是告訴大家 我們不想見到的香港 希望將來我們可以找得回我們的香港回來 不是要這個妥協 接受 屌你老母的這個地方 變得難得 沒有制度 沒有監管 沒有價值 沒有水準 沒有收養 全民爛爛爛 文化水平低下 融觀治港 智障超 屌你老母的 這一個垃圾 香港我們是不想要的 我們就要屌你老母堅持到底 我們要回英國人時期的 香港的太平盛世的香港 我們要堅持這件事 是啊 你香港人有飯吃的 但是屌你老母的 吃點飯不肯開心 吃點飯不肯開心 吃點飯不肯自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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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想著你的頭 屌你老母的吃 屌你老母的 只想著你的頭 屌你老母的 你還要說好吃 因為 沒有了我們的自主 什麼 我聽這些賓州短春 內大的廢柴習近平 屌你老母的中國共產黨 這個指示 做人做人的 沒有了當家作主 是我在這碗飯吃不肯 這個地方我站不肯 這個地方 就算有我最喜歡的人 屌你老母 我最喜歡他的 打斜骨 是吧 我最喜歡的買玩具 所以我這個中秋節 我沒有想辦法 跟我的手足一起 去吃這頓團圓飯 我都不想再在這個地方 屌你老母的 是吧 做些這樣的按鈎 每一天 屌你老母的自己 逼扮按鈎 每一天回來 看這些新聞 看到那些屌你老母 很開心啊 很美味啊 20元的燒賣啊 我真的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屌你老母 我真的不肯定 我當然是高級的香港 Iron Man你再說 我不是這個 屌你老母的屌你老母的 這個香港 OK 好了 20元的燒賣 4顆燒賣呢 其實我覺得 沒有什麼必要 屌你老母是debate的 你20元的燒賣 你在黃大仙 你在深水埗 你在壽謀 你在壽謀 平賣 當然是被人屌了 那大家有沒有人投訴過 為什麼我在壽謀大酒店 喝杯咖啡 以前八十年代 都四十幾元杯咖啡 我在銀溪快餐店 五個多 那麼 在同一杯咖啡 為什麼在壽謀裡面 喝他四十幾元 在銀溪快餐店 就五個多呢 其實這個原因 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你不認同的地段 是不是 有些租金不認同的 自然有這麼大的差距 那麼你去到這個尖東海旁 新世界管轄的這個地方 不用付租嗎 是不是 不用計成本嗎 那你屌你老美 在這樣的租金 你就要買回這麼多的東西 你就收你錢 只不過一個問題是 好像我媽媽這樣說 她說 我不用去餐廳吃飯嗎 屌你老美 拿錢入口 自己弄都可以 那些老人家就這樣去想 我就弄得給他好吃 是不是 我為什麼要這麼狠狗 就是跌錢呢 就好像我們現在在溫哥華生活 去喝一餐茶 幾條人喝 二百多元加幣 一千多元 吃了幾龍點心 是不是 每一碟點心 七八十元港幣 是不是 那你會覺得 哇 這麼狠狠貴 我真的吃不到 我就不狠狠去 就是這麼狠狠簡單 那有人買 就有人賣 而這個小朋友 在那個地段 吃過二十元的燒賣 是覺得OK的 是不是 我又覺得很奇怪 他說買這些醬汁 辣椒油 那你不如說什麼清朝的 清花池碗來裝載 那不就更貴一點 就更好 是吧 就是說真的 任勞你講 但是都是說那一句 我就是不狠狠 如果我在香港還仍然迫著 我就不會去摧嚴附勢 跟紅頂白 如果政府叫我去夜經濟 賣魚蛋賣燒賣 賣家應子 你就覺得 我要響應這件事情出來 被人家閹割 我是不會這麼狠狠 多文說什麼 回答上星期三的問題 長沙環深水埗 廚灣上水座 好多兩送飯都沒有收拾過 觀塘進業街就收拾了 不過其他茶餐廳 兼兩送飯 觀塘收拾了好多食肆 進業街熟食中心 年初開了一間牛腩麵 兩星期前 吃完午餐之後都收拾了 前後都沒有半年 就是這樣 Anyway 我喝點水 是吧 我講真的 就像Ivan說的 不會接受暴政 不會接受謊言 不會接受李岸糕 不會接受這個不公正 不會接受這個腐敗 擺冷到明 尷尬到明 連張炳良也尷尬 你怎麼看不見 過眼尿賊你了 好了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根本如果你相信 走出來買魚蛋買燒賣 或者你吃辣椒油 就可以救回香港這個金融中心 股票市場升回到30萬點 你相信你就做吧 我不相信可以 是不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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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能成功 是不能成功 小學生也懂 是不能可能會由下游 上游 你真是說真的 如果你告訴我 大家瘋狂的 然後跟著 國際金融中心 就會輕望 那大家能夠成功 賓州難 雞 山廠 你的金融中心 都是不能成功 因為你是下游 低端的生意 你要回到上游的高端 他們那些大媽 賺到錢 有很多高端消費的東西 available 然後帶黃了服侍高端人的人 然後直到中產 中產跌回去 就是 的基層 經濟永遠都是 因為動力就是這樣 你如果是 那些地方是全部去拘捕 人力車 黃包車 拆鞋 是吧 掃街 就會可以讓香港 變成金融中心 如果你相信是這樣 從下面到上面 你就繼續去夜經濟 你就繼續去20元的魚蛋 你繼續去打骨 你繼續去打上這個屯門 是不會的 所以 我不會主張你去參加這個夜經濟 根本就是多鞠魚 第一是影響了你的日常作息 第二是影響了你的健康身體 第三 是你陪政府一起去做按鈕的事情 他叫你按鈕 是你陪他一起去按鈕 然後跟著做些事情出來沒有成果 大家一起抱著按鈕 為什麼要做這些按鈕的事情呢? 是不是? 你為什麼要做這些按鈕的事情呢? 對不對? 是沒有可能的 邏輯一點做人 不要讓一些智障白癡官 大熱烈的風向 所以 我接下來這個星期四 雖然 我不是很想看這個灣仔 幫這個政府宣傳的 但是我也想看看 環境是怎麼搞的 作為一個報道新聞 了解情況的人 也不可以做桌料 所以星期四 這個 老闆街總理出巡 就要麻煩葦哥 麻煩這個吊總理去幫忙 OK 好,繼續 還有半個小時 時間不是很多 所以要快買加編 今天趕了太久 先說完這一個 然後跟著說那兩件慘案 涉嫌非禮一個七歲女童被捕 一個七歲女童在今個月20日下午 被一個34歲姓梁的休班警員 在葵聰大窩口道一個單位 懷疑非禮 警方在第二天拘捕過休班警 他被控一項非禮罪 案件星期一在沙田法院提堂 據了解他隸屬西九龍總區 警方說他已經被停職 強調警隊非常重視人員操守 任何警員違法必定驗證處理 《二十元包診記吃到飽都挺好吃的》 政府想我出行嗎?我就坐 不要說出行 出行也是匪語 出門出街也可以 出行就是狼狗的 我真的很不明白 特區警察 穿着制服吵著十四歲的小女孩 逼兒子吵著女孩 吵著女孩吵著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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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顯整個特區警察的風化案 有這個比率 大家可以做些research 新人從業員 就可以了解一下 休班警犯的罪行 是不是以風化案 就是吼你老母就是最多 我就很不明白 你现在特区警察里面 你全部是否请了一群大咸室 性变态 吼你老母是性欲强的 吼你老母是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走售 来做我们特区的维护法纪的人 那现在说真的 小朋友我们做父母的在香港 是不是见到那些人穿制服的 告诉他们小心啊 不要跟他们聊天啊 吼你老母 他抓你去看金鱼 他抓你去非礼的 他千万不要被他碰你啊 知道吗 在学校里面 由小朋友开始幼稚园的教育 我们要信得过的人 譬如医生啦 警察啦 律师啦 这些icon那些的卡 是不是 你老母 现在你警察你还信得过 吼你老母是侮辱市民 暴力对待市民 现在还坏道 吼你老母是打妇孺主义 专搞未成年的 吼你老母的女童 吼你老母 七岁都搞 你肖泽宜出来说两句 吼你肖泽宜 你肖泽宜为什么不敢说啊 你说要教育我们的 吼你老母 不要让我们小朋友 由小时收针 大时偷金 是不是 你们的警察 你们有没有再培训啊 控制你这条奔州 要不要化学阉割 你这些混蛋 才可以做警队啊 你这条奔州也管制不好啊 你把这些枪给你这些混蛋去管 怎样相信你们啊 你比黑社会 黑社会 会不会 吼你老母在纵容他那些 什么东西 吼你老母在 硬鹤啊 吼你什么新Beyond啊 你个大佬啊 如果啊 你旗下有些年轻啊 吼你老母 大佬 今天很厉害啊 你做了什么东西啊 有什么东西 说给大佬听啊 吼你老母 不要想弄壞个事头啊 我今天 啊 大过七岁的小朋友 然后在家里面 吼你老母 脱了他衣服 搞我了 啊 行了 跟他三刀六洞 在关义哥面前起谈 叫齐了些叔父 執行加法 黑社会啊 都不会给那些 吼你老母的门身 做这些什么东西啦 好吗 吼你老母 黑社会啊 吼你老母 如果你出了个字头里面 有些什么东西 是色魔来的 搞小妹的 吼你老母 搞这些 吼你老母的小朋友的 哇 跟着出来 喂 哎 桑比 这段时间你出位了 夜市这么出位啊 狂牛 你老母 在你楼下的那些小孩 据称可以捉了两个小妹去玩两天 哇 真是没有你聪明了 我们就不愿意了 我们的字头的兄弟 是吧 卖金购 打结标行 是吧 酒粉 吃大茶饭 你其他 做这些 骗小妹钱 偷手机 人家喝醉了 拿人家的手机 骗大婆 偷人家的第三副 变成 哇 你这个字头还有饭吃 也算是这样的 你自己要乳 是吧 不如 守城地参集 是吧 你给你紀律部队里面 怎样可以 是吧 里面捉够你的淫虫 打齊那些 色魔 是吧 捉你偷黑鬼片 那些 鼠魔 偷手机 偷盔 是吧 你怎么想 警律部队 真是臭屁 你真是肉酸 是吧 以前的香港 警律部队 警察 不要说 世界 亚洲都必定第一 你现在就衰十一 是吧 警队里面的 法律 法律 荡然无存 是吧 人民怎样再相信你 说真的 见很多警察 真的要避 你怎么不想知道 不是怕他打你 他怕你 脱你的褲子 玩够你 真是 是吧 是吧 大猫哥哥 特首都衰十一 是吧 死警察都衰十一 是吧 你想想这个世界 还有天理的 上梁不静下梁歪 是吧 是吧 那些垃圾 你怎么会不想死 一直坏下去 是吧 七岁小孩 以前 他们在屋邨里面 抓到这些人 你可看大哥成 是吧 是吧 陳冠泰年代 乘机残留 抓了个色波出来 是吧 是吧 拿一条红腸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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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 你还被这些人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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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 他不会再犯前科 下次搞个三岁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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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奔州都控制不了 就去管香港的治安 是吧 是吧 早晚 明天再听 只剩下半个钟 OK 好 我们先说说 恶死人事件 其实还有一件事 要先说这件事 给大家 纪安哥 有一条片 想大家 如果开车的车主要小心 这件事上星期忘记说 今星期一定要先说一说 先说一说这件新闻 近日再出现毅务疑通行的集片短讯 有大律师说一旦成功过数 市民很难追讨损失 呼籲要提高警觉 混书署提醒 喂 谷友们 早晨 我是受害者 我是阿清 真人 真事 我想你们提醒开车的朋友 小心点 因为刚才我一份醒假开电话 牙都没拆 去完厕所开电话 为什么二通行 欠钱的 还跟进去看 就说8月10日 你欠20元 我就想 是不是真的有去过隧道呢 但是我说 都是20元 二通行通知你 你欠钱的 那我就找钱了 太不清醒了 应该拆了牙齿 洗了臉 才做这件事 那我就交钱了 他又要收费卡 那我就给了 我认为20元 那我就给了 谁知道 银行会给验证码六位数 我入了六位数 验证码之后 确认成交这件事 即刻 银行已经淡回一个短讯 就说你刚刚有一个 7750元的成交 哇 我瘋了 我立刻按进去看 什么事 我一定知道 是那件事出了事 我刚刚按完验证码 就已经有成交 我立刻看在什么网站 在外国旅游网站 你不懂的 于是 我就立刻打喊汇丰 我说我出了这件事 但汇丰说 因为是你授权了 那六位数字给他 他其实那条数 他授权了拿的了 他是卡不到 那7750元 他唯一可以卡我这张卡 等我这张卡 以后不要再 因为我资料进去了 不要再给他搞 所以我就损失了 7000多元 我想提醒你们 提醒身边开车的人 尤其是 要开车过隧道 被自动车的人 看看 如果有一些短讯 因为他写着 易通行真的一样 但是那条链 只是看回那条链 gob.h后面 etolli 那字已经 和正式的易通行 是不同的了 就是给一条 不正的链 不过用易通行 来骗你们 那你们快点 通知开车的人 希望不要再 有那么多的苦主 我等一下还打算去报警 备案 好 回答一下Janny的问题 中秋节 我都在想要不要放假 但是中秋节 就是我们早上的 加拿大的时间 我可能都会做直播 留意我们宣传 我要更新 如果我很累的 我想休息一下 我就会休息一天 但是中秋节 我又怕你们 每个人都出街 你们去街上玩 去上月也是对的 如果我回来做直播 你又回来 那会不会影响到 你们去玩呢 那你们就决定吧 星期五 晚上live 你们如果想我直播 我就直播 我都没所谓 因为我睡醒觉 做两个人钟头 我OK的 如果你们 不我都做 没所谓 香港这么多 新闻可以和大家发泄一下 我都会和大家做直播 如果你们不去街上 晚上11点钟 我回来的 想听的 我就听了 那当晚的收市 就一定会低的 那算了 没所谓 高月低 我也是这么乐意去做的 那你们就看重温 是吧 OK 那 刚才那个link 大家要小心 睡醒 听得到 收到message 见得到 或者你一按进去 那你给钱 解决了 那你就会出现了 所以大家要小心 那现在科技的东西 真的很难找笨 你带到政府 你就会做一些这样的狠狠 就是令到大家容易被人不找笨 那有几样东西大家可以收到 是不是 说真的 第一 你当时收这个消费券 你收不到 又说你 叫你 为什么你收不到 你卡进去 叫你做些东西 又有骗案 待会拿一个智能身份证 又扔一些link 出来给你 又找你笨 所以大家要小心 就是政府太笨招 做些事情的时候 当大家去报道的时候 大家知道 听了之后 原来你要我卡进去 要确定我自己 某一些information 的 新闻有说过 我一卡进去 叫你去中招 是吧 现在是易通行的 又说你不肯找够钱 又叫你去中招 又叫你去中招 是吧 是吧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真的要小心 骗徒的手法层出不穷 网骗各方面的东西 利用科技骗钱 现在会无日无之 所以大家万事小心 而且要清晰一点 要了解清楚 来历不明的link 甚至没有电邮 大家都会想一想 看一看电邮 为什么会这样 或者大家不确定的 要确定的 打回正确的 contact point 的一些电话 先看一看 before你进入任何的link 为什么不要说 你的包裹还没到 快点去 去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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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点个人资料 才可以完成 这个transaction 大家真的要看路 是吧 有人说我像喜多郎 我觉得我越来越像 中招 中秋好像打风 是吧 星期五晚上 我一定会继续 在check room 和大家聊天 会做live 大家星期五的晚上 中之小晚上 和大家一起团圆 好吗 OK 不要说那么多 最多我不做那么长 又或者 看看到时的topic 会不会不要说那么多 激心 屌人 这些东西 我就奉劝 大炮和 国安法 你们屌你们 过节 不要看我节目 星期五晚 屌你们 正正经经经 找一只鸡去叫 屌你屌 屌你屌 不要浪费人身干阴 在我的节目身上 OK 我和我们的支持者 我们的自己的网友 一起去开会 一起去表演 开live OK 好 讲讲这个新闻 收莫平村受惠留伤施命案第二日 涉事单位的铁闸大门被铁链锁上 门外留下一些香肢 两兄弟是很好感情的 因为经常听到他们在说笑 我们都听到的 整条行都听到 他们很大声 聊天 说话 在笑 和妈妈一起在聊天 说笑 我看到他们都有点头 和妈妈都有点头 鄰居又说 过去几个月 都没有见到两名死者 和街坊求助或者拿食物 利达明案 周五被揭发 大厦保安寻经上指的时候 闻到单位传出浓烈的臭味 之后报警 继而揭发 屋内有两名 已经死去一段时间的男人 他们身上没有可疑伤痕 加上家冰箱没有任何食物 警方初步相信 他们是饥饿致死 而确实的死因 仍然有待验尸确定 据了解 死者是一对姓何的兄弟 分别55和53岁 在家排第二和第三 他们天生有智力问题 需要长期复诊 一直由母亲照顾 三母子本身一同住在 秀卫楼的单位 但两兄弟去年6月起 就暂停复诊 之后病情和治理能力 都漸漸变差 而妈妈也在今年5月 因病入院 两兄弟自此就没有人照顾 据知两兄弟拒绝接受他人帮助 就算是他们的弟弟上探望 都不允许进去的单位 首先有一件事 我找来找去都找不到 这个资料 就是这两对兄弟的妈妈 5月就进了医院 但是究竟她妈妈还健不健在呢? 她妈妈是否还在医院里留医 还是进了ICU 失去了知觉昏迷 还是找不到 还是街坊说不在呢? 我自己就找不到这个资料 如果她妈妈已经病死了 不在 那整件事 你也有些端倪 但是如果妈妈仍然在医院里面 病 我自己个人来说 我觉得很恐怖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我觉得这个家庭里面有问题 她是一家几口的 这女兄弟排第二和第三 她上面还有一个姐姐 下面还有一个弟弟 那姐姐和弟弟 是不是和我家里没有了关联呢? 是吧? 我自己也有一个问题 因为问题是如果妈妈进了医院 那姐姐和弟弟 是不是不知道呢? 那她没有理由不知道 她还有两个兄弟 是要人家照顾 是完全缺乏治理能力的 那首先有我的missing link number one 我就在这里了 是吧? 妈妈是否已经走了呢? 如果妈妈是未走 而她两个姐姐和弟弟 又不理他们 那这对家里的情况 其实也没有了 那个爱和关心 在里面 妈妈选择了 从头到尾 没有找政府去帮忙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她完全不知道 是怎样去 seek help 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如果她知道 怎样去 seek help 而她不去找人帮忙 就是她对这个福利制度 是完全失去了信心 可能会很担心 她的儿子 会被一些社福界的人 捉去一些中途宿舍 又或者一些若能人士 那些宿舍里面 就是接受招呼 有时候的妈妈 我也见过很多妈妈 她的儿子 20岁了 她也当她是婴儿子 我都很明白 她妈妈爱孩子的心态 但不肯去放手 而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的心态 而令她两个儿子 没有受到 适当跌入社福里面 那个保护散里面 这个 number one 好了 政府你是有责任的 你的责任是 竟然有人在你们的福利网里面 走漏眼 你是竟然不知道 OK 而你们如果是这个妈妈 是不愿意把她的小朋友交给你们 那为什么她对你的政府 没有了信心呢 问题是不是在别人那里 不愿意是你们的地方所到呢 好了 另外一个问题 医院很明显 也有一个issue 医院里面有没有 correct me if I'm wrong 阿峰 你可能是社福界 我据我了解 医院都应该有一些社工 是可以是医院直接去refer到的 当你find out 有一个这么严峻的 完全缺乏自理能力的兄弟 去年年中已经没有去覆寻 既然是没人去通知福利署 去了解一下问题 现在给我的感觉 大家是不是太多东西做 太到你了不起了 最后太多东西 是完全是到你了不起 没有办法兼顾的 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伦理之间 是啊 那对兄弟啊,我见过啊,我知道啊 你没有见了他们这么久 大家,我说,妈妈的情况很转 两个儿子五十多岁,如果是真的 我稍后再说,我觉得很严慌 周良说没有入院至今,不清楚病情,正常弟弟 探了个大哥进不了屋,弟弟应该没有去求助 这个也是个问题,OK 那你是完全的 伦理是不够你的 以前住屋邨,阿表总理说妈妈上班 放下她给旁边的太太,那个姨姨 又吵你,又鸡尾包,又鸡腿 又鸡腿,又啫喱,又啫喱,整点东西给她吃 阿波,你吵你,黄狗狗在这里,没有东西做 过来看电视,就捉了个去,等妈妈可以去买菜 大家在农里之间互相帮忙 喂,我今天做的什么?你做的鸡翅啊,我做的牛腩啊 喂,我做的鸡翅你吃,你做的牛腩我吃 大家交换菜 现在,说真的 不要说这些屋邨里面,大家和邻里之间的关系少了 大家认真问一下自己 我们在我旁边,一家一梯八伙 你识认识多个 A座,B座姓什么名字 F座,E座姓什么名字 你旁边的D座又叫什么名字呢 你又知道不想知道有多少人去做什么 大家见到面了,在电梯口招呼都不够打 分分钟 据我所知,现在社福那里 剪了很多人 尤其是前线人 甚至是社工做了前线人的工作 叶铭兼说 香港社工只是帮新移民 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紧了 而在这么富裕的社会里面 福利制度都搞成这样 就是很值得香港社会的政府要检讨的 对吧 孙冬你的嘴子 你改善了那些乡音之余 麻烦你 想想我们的社福界怎么搞成这样 哈提斯说 生一堆智力问题 儿童已经是很大问题 唉,又很难说 有时候你上一代的人 他们的学识各方面的事情 真的不是那么多 老母进院 为什么不跟医生说 有两个儿子在家 他们不能治理 喏 问题就去到一个点了 我做得香港的奇案太多了 我有一个很恐怖的想法 我觉得这件事 如果妈妈没死 现在仍然在医院里面是清醒的 我几个解设 妈妈是清醒 进了医院 接受治理 神智清醒 知道她自己在做什么 不是昏迷状态 不是病死了 不是进入ICO做植物人 妈妈在清醒的状况之下 而她不出声 只有一个东西 你就要循谋杀案 是孙玉涵 sorry sorry 不是在东西 是孙玉涵 我说错了 sorry 两个都姓孙 我搞错了 是吧 是的 我搞错了 是叶榮 sorry 你想想 如果妈妈仍然是清醒 她不出声 那你就会变了 这个谋杀事件 可怜妈妈 进了医院里面 她也不知道自己 是文正 粗口捐的关外队 她稍后再说 是吧 是吧 她可能只在这里 她自己也命不久矣 她自己命不久矣 她自己命不久矣 她的儿子又怎样 如果再去交给那些 中途宿舍 她自己也放心不久矣 不如 她的儿子 死去吧 是吧 不如 她的儿子 跟着我下去吧 如果 医院救回她 她更清醒 而她没有跟医院的人说 要照顾 她的儿子 多谢你 Sandra 你就会感觉到 是多么恐怕 是多么可怕 她没有叫鄰居去帮忙 她没有报警 她没有叫人去救她的儿子 你就很明显 可能这个妈妈 就知道自己救不回 或者她的儿子会走 而是要带上 她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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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跟她下王泉 所以呢 我真的很担心 她明知她两个儿子 是没有人照顾 如果你看到她的姐姐 也没有回来看她的儿子 她的儿子上了门去 噢 不能开门 救人 趴趴趴走 没有做任何事 除非她两个兄弟姊妹 都是智障的 阿娜华士 有同理心的 你有爱的 你会不会这样对你的兄弟 你是不会的嘛 就是她的家里 也有一个问题 OK 妈妈抱着这对 这对中年的智障的兄弟 明知 不让她们过世 明知自己要走 她可能是否真的放弃了他们 知道自己真的命不久 也一起走 如果是这样 是一个非常悲哀的故事 当中是牵涉到谋杀 谋杀的成份 可能她两个儿子会照顾自己 我想没有理由吧 西朝大饼的故事 大家都听过 坦白说 坦白说 我自己觉得 她做得她老母 她儿子去到什么 的地步 大家都知道 在去年 已经开始没有复诊 也有一个显示 两兄弟的治理能力 就是每下预防 越来越搞不好 你有吃药 有人帮助 有training 其实他们就会 保持住 不会deterate 而这种朋友 他自力受伤害 没有人帮他 没有人继续 train 他就会下降 所以我自己觉得 如果老人家是未走的 警察是要从谋杀的方向去看 但是 就算你订了他真是谋杀 那已经是一个人间悲剧 来的 OK 伦理之间 就是明知他家里 那个婆婆不见了 喂 我有时候 都会跟下面楼下说一下 康奸 喂 很久没见过 白了 有些味道 去看看什么 又或者 伯母来了 为什么会这样 或者去看他 没有反应 都会叫看奸去看看 你这些邻居 是完全没有care过的 唉 所以 是吧 是 老母有认知障碍 可能忘记了 否则就是谋杀 可能太惨了 是吧 阿峰说我也觉得 没有理由 应该叫正常 要是 就是 弟弟和政府说一下 可不可以把我哥哥帮到中途宿舍住住 还有上年开始 没有了腹症已经很大问题 你医生社工应该去看 对 这些全部都是一个fuck up 我想了很久 这一宗的case 我从上星期五开始 我想想 如何跟大家去拆解 就是我这个看法 有很多问题 是会出事的 你医院看到他去年没有来过 为什么你没有找社工去跟进呢 是不是真的没有想到社工呢 那问题在哪里呢 那婆婆进了厂 是不是她失去了支联 这个知觉 完全失去了认知 Demasia 不清楚 不懂得说 医院的人不知道有这个问题 她家人 为什么完全对这些智障兄弟 不能关心 是不是害怕 你妈妈死了 我要背上身 不如你死 我肯定饿死 是不是用这种方法呢 是不是 那你暗闪在六月 开始 到现在 你都想到 妈妈五月进医院 现在九月 有四个月 究竟就是你的验尸报告 告诉他 是什么时候饿死呢 饿死 其实说真的 你不能吃东西 不能喝水 你两三个星期 你都能收皮 对不对 就是会说分分钟是过不了六月 而在里面 又应该是 偷臭了 离开了几个月 都没有人理 对不对 那么 就是 你社福界 为什么他们不去申请这些资助 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一个是绝对 是要开死因灵讯的 你要了解一下整个制度的问题 呼吸了在哪里 是没有人去跟 没有人 care 伦理之间 没有人理 还是怎么样 家里的问题 还是怎么样 是不是那个妈妈 特意吊你什么肩膳 饿死他呢 是不是 唉 LOW TV 作报 是会在街上买东西 最小的弟弟 还可以和哥哥 可以照顾出院的妈妈 所以弟弟安排 妈妈出院后 回家住 但是这个 我又真的 觉得会有一个 question mark 有一些报道就是 他永远去买东西 就是跟着妈妈 两个就狠狠狠站在那里 没有这么高智商的 这种力量 是吧 没有了几个月 是没有人 care 没有人去 了解发生什么情况 那就是 当然了 现在和死者矮 没有什么分别 两条的人命 特区政府 会关心夜经济 香港市民 关心20元粒鱼蛋 香港市民会担心 你最后的车牌 会送给你 我最后的姜濤 是吧 香港市民 你最后的会理会 这一个JPEG 大家有没有 产水 哪个KOL 出来找笨蛋 是吧 当然这个震撼蛋 一出了 红山半岛的签建 就没有救人来 是吧 不会 care 一些大家不关心的近人 不关心一些 和我最后的无端没有闹的东西 今时今日 一个低下阶层的人 死了 很快 整个制度去崩溃 大家可能住在一些私楼 住在一些豪宅 住在一些私人屋苑 你都会在一个制度崩溃之下的受害者 世界上大家是连锁反应 没有说大家不互相牵引 是吧 好 我们看看这一宗新闻 等等 好 来 西九龙阿士顛道西一个地盘 发生奪命工业意外 两个工人而吸入不明气体 中毒死亡 事件初步调查指 两人被困地底一晚 消防在地下大约6米深的管道位置 再向前走大约100多米才把两人救出 并且发现地底含有大量有毒气体流化氢 不排除工人吸入沼气云倒 案件列作工业意外 工业商忘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 周日就连同死者家属去医院了解 他指两人事发时候 在港铁管道展开保养维修工程 星期六早早8点开工 原定同日下午5点收工 但未有时间回家 家属直至星期日早早6点多才找到雇主 雇主回地盘了解 才知道两个工人仍然在现场 并发生事故 他直指事件离谱 事件中不幸身亡的两个男工 分别是61岁的国伙计 和63岁的刘浩祥 两个都有家室 悲剧发生之后 家属都悲痛莫名 其中国家已经买好了月饼 准备慶祝中秋节 没有理由有人在下面开工 这些上面没有人在看的 这些收工每人回都不知道 为什么呢 就是收工你出集都应该有记录的 少数有没有人出集 为什么这些责任会找谁来做呢 最重要的就是示范 他没有公道 他没有公道 我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 在我身上 尽心尽力 尽心尽力 为你工作 得到这些结果 至于另一死者 刘浩祥的儿子 就质疑有人疏忽 导致爸爸不幸遇难 港铁确认这次事件 是涉及商场原方冷气系统的海水冷却喉管灯换工程 由冷气承犯商负责工程 对事件高度关注 并且感到难过 向意外过身工友的家人 自以充心为民 并且以就事件展开调查 是 六十多岁 还要做这么高危的工作 你也可以反映到 香港现在的就业市场 有一个问题 有很多的工种 是引不出别人去做的 这也是一个社会的另一个问题 六十多岁 究竟他们两位人兄 可不可以适合做这么高危的动作 一些工种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星期六 在地盘里面 如果是星期一至五 就一定会有人在 星期六 我听了在晨朗的天空下 出现的一个访问 一些建筑界的话 星期六很大的可能性 就是因为 不是平时的工作日 提早 原本有个人留守 做看奸也好 什么东西也好 总之有个人在当值 现在那个人就走够了 整件事很明显是欠缺这一局的沟通 没有理由 没有人知道 有人落在地盘里面工作 现在这个地下管道作业 究竟是不想是 墨币式的 可以在这些井 那些的沟水 地方去沟水 地方去沟沟 去处理 可能他们这些承判商 他自己也忽略了 其实这一个 是等于 下去这些沟井 那些地方去通渠 那些地方 在墨币式的空间里面的工作 因为他自己也在 不想是 其实他们就要在墨币式的空间里面工作 那就是换句话说 如果下去这些地方里面工作 一定是有几样东西的 第一 你这些工人 有没有受过下去这些危险的地方 一些相关的安全的 这些训练的课程 第二样东西 你们有没有足够养气筒 这个面罩 保护衣 还有没有walkie talkie 和上面有个人在 在对话去沟通 那换句话说 如果你下去 究竟下面是多少个风险 你是不是有仪器 去了解下面的氧气度够不够 OK 你下面 有没有一些 有毒的氧气 气体的成分 OK 究竟里面的空气里面 可不可以适合人类下去 下面工作 这些东西 Obviously 就是没有人去做过这些东西 外判公司 根本是没有采取过任何这些的措施 求论期就传两个叔叔 一个国伙计 不知道另外一个叫什么名字 就下去下面 就去换猴 殊不知里面的这个猴 那个通风程度 就不足够 而且在这个地方里面 有其他的渠道 是通到这个位置 那很大的可能性 其他渠道的那些 废气 沼气 硫黄 或者骚髒的味 全部充滞进去 令到那个含氧度是不够 有害的这些 有害的液体 里面充滞住 而你没有做一个毒素 没有做一个reading 没有做足够的防备 这些措施 就你下去 那就含糊 橡皮糖了 而原本在上面 就是要监控的管工 他当然约了别人去吃饭 还是怎样 下去了 我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见了 同事都走了 锁了门 关人家事 四个大厨 又不去查一下 那两个伙计 想回来还未 求任期 就当了 搞定了 他立刻不想知道 他说他睡了一觉 实请他的暗家产 是不是回来了大陆 吊你老母 吐邪骨 真的不够知道 是不是 你应该一定要用那些 吊你老母 我不是内行人 我也知道他的做法 你一定查一下里面的气体是怎么样 除非你根本外判公司 根本都没有这个认知 了解清楚 究竟这个地盘 里面是不是密闭的工种 密闭室的工种 没有follow到这个regulation 的措施 guidline去做这一件事 是不是 我想说这些工业伤亡权益会 应该会帮两位家属 筹些钱 让大家捐些钱给他们家属 我觉得 这两位的死者死得很惨 除了要捐钱支援这两个家庭之外 其实也是要帮他们找回这个公义 是不是 现在你很明显 你是监控不足 你的管工是很明显的失职 而你这个外判公司 你请得这些大招和 你不要负责这些工程 你就是草奸人命 强行累死了 这就是谋杀 这个又是谋杀的 你没有跟程序 严重疏忽 是不是 没有你的工人 有没有完工 有没有上来打卡 签到 写了notbook 走人 是不是 你没有探测过 又没有报这个walkie talkie 什么致都没有 不是家人去找他 也不知道他们还没下班 你们做管工 竟然不知道 整晚就不知道去哪里 你说你要去睡觉 你是不是在深圳出火 回到这里 你才收到 召自知 你很大冷 好了 而另外一个问题 你政府惩罚这些疏忽的工程公司 究竟现在现有的这个法例 这个刑罚 有没有这个阻吓作用呢 你罚你三几万 罚你十九几万 你就当是打人作 在这宗观程里面 蚀了 你要罚到他全家居 一定要坐牢 是不是 你罚到他全家居 你罚到他全家居 还有持牌人 和老板 他也要罚到他全家居 有刑事的责任 还要被人无事里面 告到他破产 你政府又要罚到他全家居 罚到他一千多百万 是不是 你罚到他全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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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如何去害怕呢 是不是 所以在整件事里面 我自己觉得 你现在在地下管道工作 你有没有认可 有没有合资格 他们有没有上过这个 training 也不知道 communication也没有 monitor也没有人有 之前做的探陷也没有 是不是 你罚到他全家居 你那个 你那些空气 那些通风线也没有 什么车都没有 然后就被他们脱了 现在 Jeffrey 不要让港铁工程部脱身了 你现在真是不懂哪个 一是否是地铁事,一是否是判头事 大家互相推卸责任 这一势的东西如果是港铁的负责 他这样做,他就死定了 是不是这个地段,这个缓猴 是不是Ellenman,是原方,是西九,还是港铁 其实分不分钟大家都搞不清楚究竟是哪一个turf 你不明白 如果是跟正式西九的 唐英年旗下的 他下面的工程部的人知道有一宗这样的工程 他们是否要负责全责 可能大家都说那里不是原方的 原方是私人机构的,他的工程部 是吗?有这样的事吗? 是不是要我做的?是不是港铁的? 港铁说不是,是原方和的西九 那就含得嘴唇,大家根本就在推卸责任 这一势都未能搞清楚 是属于哪一个turf的范围 现在就一定是按下这个外本公司 但是以现在的这个刑责 最多外本公司就是接勾了他 接勾了就属于哪里 或者是负责了在这个盘头里面 这个管工 就像南亚海南那样 到最后就是属于哪里 就是驾船的属于哪里 就是属于哪里 说完了 你现在真的有几样东西 因为第一,你刚刚遇上干干干 你撞正这个weekend 是不是? 没有人在上面 大家走人 又不认为人下去 大家communication 呼吸 又不认为 那个turf做工程的地点 是属于哪一个turf的corporation 西九 就是党铁 还是原方 是不是? 确实大家互相卸博 到最后 就找一个最无关痛恋的人 背了一只锅 自己扔了一只锅 监于操守 最多就是抓他坐牢 不会想到最上边 而这些问题 大家永远都会继续给他发生的 有一个网友说得挺好的 他说监管很有问题 落长线需要有监督的工友 有没有密闭空间卡 定期检测空间内的空气成分 还要提供通风和通电的环境 才可以给人做到事 他在上水的小地盘 做过两层楼这么高的水缸 都有这样的措施 都是政府工程 不明白为什么会死人 可能真的是 这次里面是很明显的人为的灾难 一个人为的灾难 到最后就是另一层楼 谁负责锁门 不就是工程的地盘里面的人 星期六 大家都走 不愿意让人下去 不就锁门 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 到最后 一定是这个管工有问题 然后大家都没有问题 你相信我 肯定是这样的 管工就背了所有的 又或者外判公司和他谈 你帮我扔了他 你监察不安 安家废我也是给他扔了他 麻烦ICAC 真的要介入 去了解一下 会不会有这样的 sorry 我错了 现在香港还有ICAC 的吗 是吧 真的香港有ICAC 的吗 我也是不认知的 是吧 到最后 会不会有人走出来 背了所有的东西 硬吃死猫 会不会有 屌尼老母 是有安家废的成分 真的要ICAC出来去的 总之 这个也是要有死因灵信庭 我觉得这两件案件 如果没有死因灵信庭 你不会知道 那个 fundamental 的责任在哪里 好 Ironman说什么 收莫病兄弟死亡 医管局指两人曾自行到医院探望母亲 医管局表示 事件中两名死者 6月中和7月底 两次自行前往九龙医院探望病人 期间曾提出要求接病人出院 为当时病人的情况不适合 医护人员拒绝有关医求 医生与病人 留院期间多次与病人幼稚联络 伤讨病人的病情的跟进 医护人员于上周六 亦曾见病人幼稚 期间得息 两名死者生前幼稚人 和购买食物 喏 我就觉得很可能有问题了 Ironman 如果上周六 你怎么再接触过 那么快会饿得死 是不是现在 你怎么弄 把那个 你怎么弄掉 两个死者 我就不相信 如果你的智力能力 有这么高的 还可以说他接过妈妈 他出院的 你觉得是不是很奇怪 Ironman 上周六 他几天饿得死 狡猫症 都没有回三四个星期 都饿得死 是不是 我自己觉得很可能有问题了 如果那个治理能力 是这么差的情况之下 可以晓行晓走 你现在 给那些闭路电视的视频 看一看 是吧 给那些闭路电视的视频 看一看 是吧 没错 那条铁链是怎么来的 是吧 那你闭路电视的 我见过他 你闭路电视的视频 又来过 你闭路电视的视频 你闭路电视 你闭路电视的视频 有没有点 假讨你明明ene 让您看看 谁的闭路电视 他觉得 luilyson 都是気狗青 就是 deer虎祖 有没有出现过这两兄弟 幼稚应该不是说那两兄弟 真的交回清楚就好 如果那两个中年人还说要接老母出院 你搞清楚是谁好 是那两兄弟,只是那小子 真是朴朔迷离 6月和7月底,两次自行前往九龙医院探病人 OK,好,我再看看这些子女行间,多次与病人的幼稚 幼稚就不是那两兄弟,可能是他的小子 是吧? 鱷魚应该医院的社会服务处应该出来给一些报告看看 尤其是会面纪录和CCEV纪录 对不对 你搞清楚是谁打谁 我觉得很恐怖 你搞清楚是你搞的 你搞的 你搞的 那谁是个上锁的地方 真是说真的 神探福尔摩斯 神探马鱼龙出场 要搞的 要搞的了解一下 究竟为什么会搞的奇奇怪 又去探过老母 去7月又扑过头 那你就给我们些证明了 那你搞的了 那是不是因为他们曾经探过老母 你们可以调以轻心呢 那五爪 他接老母不懂买东西 可能他真的没了钱了 你明不明白 可能他真的用了钱 买不到东西了 那其实都是 排除不了我们之前所说的 你家里有两对兄弟 这样的情况 你做家人的 他不想被人上门去帮他们 你就知道他们没有自理能力 没有求生能力 没有钱 那你觉得他们是 可以生存到 你是不是要抱警 你记得以前有个叫做 国亚活女事件 就是有个精神病的妈妈 和女儿一起 大家的街坊都很担心 然后当时陈方安生 去负责这个案件 多谢你啊 来尔 这个香港奇案 我也很努力去做 找个angle 跟大家去分享 希望大家多多捧场 是吧 那大家 那你们自己去想想 那这位弟弟又不肯通报呢 那些问题在哪里呢 你不会find out 还有死者的公道 是不是妈妈知道 也不肯出声 还是妈妈有认知障碍 那妈妈是昏迷 还是怎样的呢 唉 真的 说真的 社会真的很崩坏 大家想方法 就是把锅不要在锅那边 没有人再有担当 没有人再有承担 总之 大家就粉饰太平 大家就粉饰太平 是吧 你看我不到的问题 不在我身上 发生就没有事 是吧 粉饰太平 大家歌舞声平 大家就粉饰太平 沉迷日落 粉饰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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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真正正的社会 已经千瘡百孔了 全都懒了 粉饰太平 大家真的要了解清楚 自己在什么地方 生活着 自求多福 以及如何保障自己 身家性命财产 以及自己家人的安全 好了 今天真的差不多了 1点14分 你们香港时间 要睡觉 明天要上班 OK 好 今天是这么多 希望各位老友记 支持我们 星期五 记得 会有这个 和你们一起去过节 OK 还有 能否最后 罗君瑶 你老母 娶媳媳婦 不让媳媳去报导 大家可能会知道 她的媳妇的样貌 真是 很标志 7月 14月 也没多久 她的媳妇的样子 真是不枉多样 不要紧 今次她的儿子娶媳婦 娶媳婦 娶媳婦 明天再报导 各位媒体的朋友 没问题 OK 好 今天就这么多了 多谢大家的支持 多谢大家的打赏 今天我代我所有的MHK的手足 多谢大家的打赏 他们今晚有一餐非常愉快 客义的 一个很美味的团圆饭 多谢大家 好 星期三的晚上和你Live 小时再和大家见面 明天是有这个 列大夫中医教室 岳余谈 付费重温的会员 或者Patreon的朋友 你们是可以 9点打赏 香港时间 就会看到 老奥的两集 十年血泪史 多谢大家 本场 各位MHK的观众 注意 由2022年1月1日起 岳余谈只会上传到 mihk.tv 的网站 和Patreon 子公会员收看 每月并会上传 不少于十条影片 如果各位想继续支持岳余谈的 可以去下列mihk.tv 的网站付费 和到Patreon 注册会员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点